这个四川人喜欢吃吞肉 比那个血绒糖吃牛羊肉的还要凶 这个吞是一只花吞 所以说它是花的 不是一只用白吞 我们今天先载半遍下来 从中间给它花开 清洗干净后 要把这个吞肉载成小一点的口口 我一直有个事情没有搞明白 你们帮我说还是浪子回思 早晨我买这只吞 一共是46块钱 如果是烫皮的话 它要多收你10块钱 如果是刮皮的话 它就不收你的钱 好奇怪哦 我就搞不懂为啥子烫皮要50路 不烫皮只要40路 你们说是狼子回思嘛 我们在载这个吞丁的时候 一定要载来小一点 不要太大了 香料非常的简单 就是这个紫皮窩子一根 把叶叶挂下来 然后赶一赶血绒皮洗干净 窩子洗干净后切成结 这个赶一赶把它切成片就可以了 接下来给兔丁把胃码起腌 料酒 蚝油 来一点点酱油 下手给它抓匀 让兔丁把料酒啊这些水分给它全部吸收进去 这样子吃起来才会鲜嫩 抓至粘手的时候给它加入一点淀粉 再次下手给它码匀 筋子这个兔丁就已经码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操作了 准备点小料 姜葱蒜末稍微多一点 泡椒末来上一勺 四川豆瓣一勺 再来上一点刀口辣椒面 辣椒炒过之后再炸碎的 今天呢时间有点暗了 我们就不休息也不看动画片了 两下把菜整起 这个锅里面烧一锅水 水开过后把窩子颠 还有窩子下锅焯一下水 加两滴油不容易变色 稍微焯一下锅后用漏瓢把它漏起来 先放入这个盆盆中打底 不一定要用窩子 用自己喜欢吃的蔬菜就可以 将就这个水吧 满好的腿也给它滑一下水 下锅后用勺子轻轻的给它推散 焯开后把它倒出来避孕 锅里下入少许的熟92号菜籽油 油温三成热 下入准备好的小料 低油温下锅用小火炒 这样子才不容易炒浮 如果油温高了下去就浮了 再来上一撮花椒 炒香炒出颜色后 下入刚刚焯好水的土耳入 这样转大火给它炒 再给它来上一勺90年的啤酒 注意啤酒不要太多了 因为这道菜是油焖炖 不是红烧炖 再给它调味一点五香粉 炖入大约焖两分钟后调味点骨氨酸 白糖撒上点葱结 和匀之后关火出锅即可 你们不要告诉我油多了 这道菜的名字叫油焖炖 你们就懂了是 那是用油把它焖熟的 舀在江台这个窩水上面 最后给它撒上一点熟的白芝麻 这道菜做的有点失败啊油 我觉得少了一点 如果油再多一点的话会好看一点 再给它放上一点香菜节节做点缀美味既成 川味浓郁的一道霸王油焖炖就做好了 这是江湖菜的做法 吞入鲜嫩吃起来也是非常的下饭下酒 喜欢的点赞不喜欢的下期继续免费看 可以吃了 你没吃的啊 你没来我不敢吃 哎呀 我先尝一下 我先尝一下 嗯好吃 你说是巴士 好冷哦 这个是盛道的一瓶啤酒就归我了 烧吃啊 喂龙喂厚巴士坦的 这叫啥豬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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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的爽 嗯 滑嫩 酱肉的节奏 对啊有这个 对 鹅森筋 鹅森跟鹅森筋 嗯 可以 这个江湖菜的一个特点就是 油多盐多味精鸡精气脱脱 完全符合江湖菜的特点 依然要走 别让遗憾 留在心头 累时候 好 好